世界脈動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E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ao 這個禮拜呢 即將是我們在台北這邊的澳洲留學展 所以非常多的未來想要去澳洲留學的 不管是學生們或者是學生的家長們 有非常多的問題 詢問有非常多的東西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澳洲的移民 一直慢慢的還有未來的 11月16號之後 都會往偏遠地區移民的政策走 所以非常多的朋友們都一直在詢問 偏遠地區到底讀什麼好 那我記得最早之前我們有介紹過這個釀酒的課程 但是我今天我想要重複 也再一次從移民的觀點 我們來看這個課程 然後從學校怎麼學習未來怎麼走 後面的移民 我一一的來跟大家解說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畫面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還是回到第一個地方 就是澳洲移民局的官網 這個Department Home Affairs 這個Working in Australia的網站 那我們拉下來 我這邊已經幫大家打好了 WINE W-I-N-E的這四個letter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了這個職業叫 在ENSCO上面是234213 WINEMAKER的部分 基本上這個簽證類別的移民方式 是透過489還有187 那當然就是未來的這個491和494的部分 那482也是可以的 直接在那邊找到僱主 在這個釀酒的這個工廠 或者是這個大公司裡面工作的話也是非常好 我記得之前我們查過這個薪資非常高 怎麼樣都是十幾二十萬澳幣在跑的 那當然職業鑑定單位呢 是所謂的Vet Assess 所以我等一下我也會進去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呢WINEMAKER的課程呢 基本上在全澳洲呢沒有幾個地方在開放 那重點重點重中之重還是在南澳 為什麼呢 因為南澳全澳洲80%的紅酒啊 都從南澳生產出來的 所以這個它的重要的基地當然就在南澳 那南澳的首選一定是八大的University of Adelaide 就是阿德雷德大學簡稱阿大 那我這邊呢帶大家來看一下 阿德雷德大學的這個課程 我把它拉上去 首先呢這是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這個官網 你如果上Google去搜也一樣可以找得到 那透過它的Degree Finder 我們這邊可以找到Bachelor of Viticulture and Onology 喔我這個真的不會念 Anyway反正就是WINEMAKER的這個課程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學士本科的level 它基本上不是大專文品 要學的東西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今天透過這個網站也可以了解更多 它下面要做什麼東西 OK 第一呢 Great wine is central in Central to South Australia's identity 所以這邊也講到南澳的最重要的東西 最重要的產物農產的這個 Primary production就是紅酒 OK In fact Adelaide is one of the great wine capital of the world With over 200 cellar doors within an hour of CBD 所以在阿德雷的是全球知名的紅酒的這個 這個中心啦 那基本上在它的市區外圍呢 在一個鐘頭內你可以找到有200個不同的 這個製酒的這個地方 還有釀酒的地方 70% of Australian wine research happen in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所以70%所有的紅酒的這個科研的部分 都是在阿德雷的大學這邊執行的 OK Our bachelor teaches best practices of techniques study in large agriculture teaching 等等等等等等 這邊下來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簡單的課程的簡單介紹 那當然我就細節應該要看裡面的課程 到底是怎麼樣子 首先呢如果你是國際生的話 OK 你第一一個方式 你是在這邊澳洲有12年級的畢業 OK 你拿到12年的畢業證書的話 你可以直接不用考 雅思的部分就可以進去 如果沒有的話 你必須得有雅思 6.5 美門不能低於6分 托福總分要79分 OK 然後reading要13分 listening要13分 speaking要18分以上 writing要21分以上 所以writing很重要 分數要拿得比較高 如果你是考PTE的話 平均要在58分 美門不能低於50分 如果你是Cambridge的話 很少要考這個部分 OK 那其他還有其他的這些requirements 如果是academic entry requirement的話 當然如果你是在雙語或美語或其他的任何其他學校的話 或是在香港等等地方那種不同的考試的要求 OK 如果是IB的學校至少27 香港的這個HKDSE要18 然後United Entrance Certificate要20 GCE要7分 Ottario Secondary要70分 British Columbia State要4.8 Alberta High School Diploma要80分 ISE ISBE 這是在India的部分是70% 80% SAT 很多人在美語學校 美國學校的話 你要拼到1200分 OK 那其他的部分是 像在泰國啊 其他這個我就不把它跳進去看了 那最主要是他很多的foundation也會接受 比如說University Adelaide College的foundation 他本來在阿德雷的也有 Annisbury Foundation也可以 ANU Foundation Study 在坎培拉的也有 Monash Foundation也可以 在墨爾本的 Trinity College Foundation UNSW Foundation 在雪梨的 University Sydney Foundation也可以 Western Australia Foundation也可以 UQ Foundation 在Brisbane的也可以 然後Non-GGO8 Foundation School也可以 那當然他分數要求會不一樣 你一定要達到這些分數要求 當然你就可以進到這個課程 OK 那還有Perequisite 你的knowledge 一定要有化學 chemistry 和mathematics is desirable 所以你如果是在讀高中的 你的mathematics 至少一定在math B 和math C的地方 一定要去把它讀完 不然的話 基本上是進不了這個課程 你可能還要回去 讀這個foundation 然後達到這些分數 你才能入學這個門檻 才能達到標準 那他一年的學費呢 在四萬零五百塊錢 所以真的不便宜 但是他的課程 他是四年的課程 一年要四萬零五百 所以生意四的話 大概在十六十七萬的地方 因為每年的課程的費用 還會再有點漲 OK 那Career Readiness 當然在這個Wine Making裡面 在我們之前的video 跟大家介紹 其實如果你真的能找到工作的話 真的真的他的薪資非常非常好的 當然你可以知道他在化學等等東西裡面 還有一些加強 所以你要對土壤的這個質量 它的養分 然後水分多寡 化學的變化 這個葡萄 你去釀酒的時候 你是有一個chemical reaction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些東西 所以要求是非常非常高 還有做非常多的testing的部分 OK 那當然他還有industry placement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 也可以到overseas去study Degree Structure 他這邊的課程 year one的部分 你看他讀東西非常多 從biology就一 當然這是三選一啦 chemistry 二選一 然後所以都前面都在讀化工和物理的東西 然後還有stats 算數的部分 soil的部分 就是土壤我剛好提到的 year two的部分 就跟農業比較有關了 OK 所以農業的部分 還有這個microbiology 就是微生物的部分 sensory studies 這些我就不太知道這細節 year three stabilization 這應該就是跟你釀酒的部分 開始要stabilize winemaking distillation 就是把它怎麼從 這個像這個果汁的部分 把它distill出來 讓它有這個酒精 fermentation 這些都是釀酒的 所以每一個課程 我覺得這非常有趣 第四點就是industry experience 你真的 酒釀出來 怎麼去行銷 怎麼去賣它 advanced in wine science seller winery waste management 如果你這些 酒渣之後還能做什麼樣子的 waste的管理 它的quality的管理 品管等等的 最後還有一些electives 你可以做一些選擇的部分 所以非常非常有趣 那當然這個 一樣我們跳回去 原本的移民清單 它是可以移民的 基本上你都完以後 你如果在阿德雷的 你一定是可以達到 兩年的485的工作簽證 那在這個工作簽證當中 如果取得工作的話 還能再延一年 所有三年的工作簽證 在這三年工作簽證 完了以後 可能可以直接轉489 491 還有489是未來491 還有這個494 那不然就是從48了 找到僱主 擔保 然後後面再轉186 或是187都可以 OK 那Skill Assessment部分呢 基本上我們跳到 它是這個Professional Occupation 那Professional Occupation 我們再放大一點來看的話 簡單來講 它Nominating Occupation 當然我們要自己把它選進去 所以我們如果打Wine的話 WineMaker就出來了 所以它這邊告訴你說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就是你至少要有這個 學士學位以上以後呢 你要有一年以上的 就是畢業後的工作經驗 OK 然後這一個 工作經驗至少是 Working 20 hours per week 所以一定是Part-time 以上的這個工作 Highly relevant occupation 一定要 你不能是去 只是去摘葡萄這樣 是不行的 OK 那基本上達到這個 一年以上的工作經驗 換句話說 你的職業鑑定 拿到Full Assessment 一定是你畢業後 485後 一年工作完後 才拿到職業鑑定 一年工作完後的 隔一年 拿到職業鑑定 完了以後的工作經驗 才能再繼續加分上去 然後再往489 或者是491的方向去 繼續往前走 那Anyway 簡單來說 如果走一個 這樣子的Level來操作的話 我覺得 一般人的模式 一定是走 先雅思6 然後進去讀書 畢業的時候 建議一定要到7分 取得工作以後 工作一年以上 再在片野地區 再加分的話 職業經濟再完了以後 後面你再轉成489 或是491 再往後移民 然後當然就是待在那邊 繼續的工作啦 OK 那這是今天簡單的 這個釀酒學 釀酒師如何來移民 但是如果你不是來 直接來讀書 你原本就是釀酒師的話 我相信呢 也是可以操作 但是呢 相對的工作經驗 可能就要非常非常的 資深了 那基本上亞洲部分 我很少看到有這樣子的人 可以出現啦 因為本身在亞洲 本身葡萄園不是太多 當然啦 那如果您對這個釀酒師如何移民 還有其他任何問題 歡迎您留言給我 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video 請歡迎您到我們的臉書 粉絲專頁幫我們按上大大的讚 還有在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有記得旁邊的鈴鐺 把它勾選起來 這樣我們一有新的移民消息 您都會第一手取得的 謝謝您的觀賞 拜拜